武师是华人传统文化当中极具代表性的象征 那每逢农历新年大街小巷呢 更是可以看到省师县锐的踪影 那其实大家知道吗 传统上每一头武师完成之后 其实是没有灵性的 就要像一个摆设品一样 而要经过点睛仪式之后 武师才会被赋予灵性 那另外点睛仪式也有着曲节啊 保平安的意义 今天在槟城乔治市就举行了一场 隆重盛大的武师点睛仪式 我们一起来看看 响彻云霄的楼鼓声 精彩的武师表演 今天上午槟城椰角街观音亭热闹非凡 槟城武术龙师总会举办了大型的点睛仪式 吸引了不少民众和游客驻足为观 而这一次的点睛仪式 有36头武师以及10头的麒麟 将会移交给22个受惠单位 包括武馆 华团以及学校 而谈到这次的活动 槟城武术龙师总会会长方冠川泽表示 是意义非凡的 可以继续传承发扬我们武梁的这个实意 武术也灌入我们的人校精神 对武师有兴趣吗 有吗 训练的时候辛苦吗 辛苦 是的 哪怕再辛苦 传统文化就是需要有这些有热忱 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少年参与 才能够心火相传 别看他们年纪轻轻 但他们对于华人传统文化的热爱 可不会比大人们来得逊色